用一个事故一个车祸现场来做操演 摆出假人模拟车祸现场 两度参选中山北松山立委的吴怡农 持续参与民防训练维持高人气 也让外界好奇 他是否在占2024立委选举 这一届的立委选举 我不会登记参选 我也不会争取我们的不分区的提名 明确表达自己不选 民进党接下来由谁来争取这席立委 党内呼声最高的是北市议员王世坚 不过他也表态不选这区 传出他有意挑战士林大同的 同党现任立委何志伟 他没有意愿考虑这个选区 还是认为吴怡农比较适合 那最后面他还有哪一区 大家应该想一想就知道了吧 是何志伟那一区吧 我相信应该机会很大 党内同志帮忙发声 假如王世坚真的对决何志伟 就会违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所寄出的诚信条款 不建议现任议员挑战立委 但艰困选区或是该选区 没有党籍立委就不被限制 像是屏东县议员陈明达 有意挑战现任立委中嘉宾 就被认为是挑战这项规定 诚信条款无法平息绿营纷争 新北市第三选区的立委 余天没有意愿继续竞选连任 许多党内同志纷纷跳出来 要角逐这区 在地的议员能够来参选立委 为在地来发声 为了民进党的团结一致 我都愿意承担 跟宇天大哥说 我想要选立委 所以我去年就放弃议员的连任 我也预计下个礼拜会去领表登记 李昆成语气无奈 到底该选区有立委却没有要连任 议员们是否可以角逐立委 可能还要再等党中央界定 现在议员转任立委 主席会亲自介入协调吗 赖清德效而不达 面对诚信条款的茶壶风暴 赖清德要如何化解 成为绿营2024一道难题 通知新闻李源峰 朱李文庆在台北报道 好者主播阿葵 田红葵 热力主播长弓长富宁 阿斯拉比斯塔 宝贝 燃烧热血棒球魂 棒球经典赛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